我給你請教一下 一國兩制的這一塊 這個當然我們不贊成 國民黨從頭到尾都沒有說要支持一國兩制 這個不要一直在抹紅國民黨 我要說的是在這幾 尤其在選舉過程當中 那個我們中華民國總統當然是 選出來就是我們大家一樣的總統 共同的我們在同一條船上 那在選舉過程當中 我看到蔡英文總統說這個對話 這個其實我反而是有點擔心 這因為為什麼 我當然也是希望對話 但是在選舉過程當中 台灣那個國民黨以前的共產黨 有這個就是有什麼兩岸論壇 很多的這個國共論壇 這一類的論壇 那在這次選舉當中 這些所謂國共之間的交流 不停的被抹紅 把國民黨抹紅抹筒 把國民黨變成說 好像所有的政 有政黨如果願意跟中國來交流 就變成是他是要親中要賣台 那現在你民主金黨 像我們的總統 中華民國總統 你也提出了要對話 那你如何去 不要說制衡 你如何你把台灣的民粹主義帶起來 你如何在這個 蔡英文你有沒有發現一件事 就是無法對話的這一塊 其實我們說一個銅板拍不響 對 你當然可以把所有責任 說是中國大陸 這個我也OK 重點是你是我們的總統 我們這個家裡面 我們說你說要保護我們 國家領袖要保護我們 好那當外面人一直在叫嚇的時候 你一直說是外面人說外面人錯 但是你卻沒有辦法帶領我們走出去 或者有智慧的解決這個情形 這個身為總統不是把責任推給外國就好 不是把責任推給中國就好 那我來講幾個事情 但因為剛剛郁振偉你的論點是說 其實你覺得小英總統的責任他應該在 但是他都把責任推給別人 但我相信博恩哥不是這樣看的 我這樣講 其實我反而覺得這個 跳脫出這樣的一個框架 其實我想要呼籲一下明天的 這個中國的國家主席習近平 我覺得你知道看到今天的這個 蔡總統的就職典禮 我其實非常訝異 就是說這麼多 包括友邦的元首 包括跟我們沒有邦交的 國會議員 國會領袖 甚至包括美國國務卿 龐佩歐 公開的這個推文 然後祝賀我們的總統就職 而且他裡面就清清楚寫 台灣的總統蔡英文 那在這樣的一個情況之下 在各國對這個台灣 不管是各方面高度肯定之下 我覺得蔡總統 他今天面對兩岸的關係 他沒有因為這樣子 他就怎麼樣 他就覺得他可以躁進 或者他有進一步的挑釁 沒有 他非常的持平 而且他就是站穩 在這個中華民國憲政架構之下 希望能夠維持台海的穩定 同時他繼續拋出 這個和平的橄欖枝 他說我們希望能夠和平 對等民主對話 所以我覺得如果今天我是這個 不管是在野黨的這個國議員 或不是在野黨國議員 我覺得都應該呼籲什麼 習主席 這是歷史難得的契機 你不要在這個歷史的洪流中 被淹沒掉了 我認為如果說當台灣出現 像蔡總統這樣子 對於兩岸和平 他有他非常非常穩健的一個作法 非常有智慧的一個解決方式 反而習近平應該要利用這樣的一個契機 來展開 積極展開這種所謂對等和平的對話 結果沒想到 我今天看到這個國台辦的 這樣的一個說法 我坦白講 我實在是覺得了無心意 我四個字真的覺得了無心意 他一樣啊 一樣是什麼 在一個中國原則下 九二共識 那我在這邊 其實我想請教一下這個 陳玉珍委員 你們所謂的九二共識 到底是一宗各表 還是只有一宗 我跟你講 國台辦很清楚講 九二共識就是一個中國原則 沒有什麼各表 我今天必須在這邊 我退一萬步說 假設中國那邊 他也講說 九二共識就是一宗各表 我們啊 這個尊重各自的表述 我倒覺得 我們這邊要好好仔細思考一下 假設互相尊重 互相各自表述 那這個九二共識 到底是怎麼樣進一步來探討 但是如果九二共識 就是一宗原則 其他人都不要講 那請問 你們能夠接受嗎 我 陳玉珍委員 你選的是中華民國的立法委員 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立法委員 你要講民主 來我來講 對不對 所以在這個原則之下 如果你們還堅持所謂的九二共識 那九二共識就是沒有共識 因為中國的共識跟你的共識不一樣 既然兩邊沒有共識 怎麼會有共識呢 所以不要在警報著 這種九二共識的陷阱 我是提醒你啊 你是中華民國選出來立法委員 你應該要有所表態 有所堅持才對 我身為中華民國立法委員的說法 那當然因為今天主角不是 是我們的蔡英文總統 不過我從他的這個就職演說 也我看到一點 他說這七十年來 他要記得 你們他從頭到尾 其實我從國慶 他的演說裡頭 就已經國慶日那個演說 10月10號的演說 都已經看到他說這七十年了 事實上中華民國哪裡只有七十年 中華民國有一百零九年 他一直強調七十年 他就只有注意到台灣本島這些人 因為那個中國國民黨政權後來是在民國三九年過來 他沒有想到金門跟馬祖在中華民國 以中華民國在金門馬祖已經是一百零九年 所以身為一個生命共同體 中華民國是一百零九年 你回答我的問題嗎 九二共識到底是不是一個中國原則 有沒有共識 有沒有所謂的個表 友好 今天還沒回答